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AX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DX-9 K2 Ancestral 補貼師 首先非常感謝玩具聯合國提供這一次的樣品 在錄影結束之後樣品也會在現場展示 有興趣的人可以到玩具聯合國去看一下 那因為這款是大貨前的樣品 所以它沒有包裝也沒有說明書 我們就直接看到玩具的本體 那這款Ancestral在獸型型態之下是一個獅子 不過我覺得看起來不是很像獅子 反而比較像是老虎 造型應該是根據一位日本的同人畫家所設計的 之前我介紹過那款鑫王也是由這位日本的同人畫家所設計的 還因此鬧出了一些小風波 它所附帶的武器全部都可以收納在這個獅子的身上 兩腿處各有兩把刀 一把大刀一把小刀 結合的點就是在這邊 這個凸非常的長 但是這個洞是可以完全穿過去的 然後這個凸是可以把它往下扳 變成一把刀 刀身的部份用的是黃色的透明件 刀柄的局部有上銀漆 另外一邊還有一把更大把的 刀身整體都有上銀漆 細節刻畫造型看起來都還OK 然後背上的武器也是可以拆下來的 首先前面這邊有兩管小槍 造型看起來是普通沒有任何的塗裝 背上這兩把也是可以拔起來的 結合的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兩管大砲的造型看起來還蠻帥氣的 局部有上銀漆 那這個砲也是可以做一個變形的 前端有一個雙關節兩邊都有 可以把它延長 然後這片東西可以再把它打開來 下面這邊還有一個握柄翻出來 它可以變成一把更大的砲或者是槍 安裝砲的這兩個桿子如果不安裝武器的話你是可以把它折疊收起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獅子頭 這個獅子頭看起來好像還不錯吃喔 造型非常的有機械感 眼睛、牙齒都有塗裝 嘴巴是可以活動的 下額這邊是可以關起來 上額這邊的活動比較有意思一點 如果你把它往下扳的話 額頭跟鼻子會跟著一起動 仔細看喔 1、2、3 看清楚了嗎 額頭這兩塊也會跟著一起活動 再搬一次給各位看 額頭跟鼻子這一塊是會跟著一起連動 頭也是可以往上往下旋轉沒有問題 然後在耳朵的地方也是可以活動的 這邊是可以旋轉 然後也可以彎曲 看到手臂的地方一些塗裝造型刻畫看起來都相當的不錯 肩膀的這一塊是可以活動的 腳在上面這邊有一個齒輪關節非常的緊 然後下面這邊還有一個彎曲的腳掌也是一樣可以活動 背後這邊有一個駕駛艙有一個黃色的透明部件 這塊東西是可以打開來 你是可以把一些比較小型的玩偶放在這個裡面 在腰部的部份可以旋轉 然後還有一個彎曲的關節 後腳的部份造型刻畫塗裝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款玩具也用了蠻多的合金部件 像是在後腳跟 以及在它的一些關節處使用的都是合金部件 外面這塊是一個球型關節跟前腳一樣可以任意的擺放 然後在骨關節處是齒輪關節 膝蓋這邊也是可以稍微的活動 腳底是一個球型關節 後腳的腳趾頭是可以稍微活動的 前腳是不行 尾巴的部份有1、2、3、3個關節可以擺出你喜歡的造型 把它翻過來看 Anseus Rod的頭就在這邊吃土喔 那我應該是沒有變錯吧 因為我手上沒有說明書 我也不確定我變的是不是完全正確 在這個壽型之下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造型、體態、細節、塗裝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DX9這家公司如果有在玩變形金剛的人應該也不陌生 它們家所生產以及設計的玩具都是有一定的水準 然後有一點小加分的地方就是在它肩甲的這個地方 這邊是有一些小面板你可以把它摳出來 打開來 並沒有什麼作用但是造型上是可以起到一些變化的 有設計這種小機關我個人都是覺得還蠻加分的 感覺是不是蠻像鋼鐵人的盔甲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拿出獅王的大哥出來比較一下 我手頭上可以變成獅子的變形金剛真的不多 那之前跟各位分享的新王是借來的 所以也沒辦法跟各位做一個展示 兩款獅子的造型是截然不同 一款是比較偏向機械風格另外一款則是比較寫實的風格 那大小來說這一款是官方Deluxe的大小 所以DX9這一款尺寸來說是還蠻大的 如果以官方的等級來說應該算是Leader Class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從獸型變為人型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我們先來處理後腳的部份 在變形套路上與一般動物的變形金剛是差不多的 首先就是把它的腳拉長 接下來在這邊有兩塊紅色的部件 要把它合起來裡面是一個雙關節 稍微的把它調整一下 扣起來 然後在膝蓋處這個是一個金屬的雙關節 把這個雙關節移到下面去 接下來利用大腿的旋轉把它旋轉180度 稍微的調整一下那一隻腳就完成了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把它的雙關節先拉出來 這兩塊紅色的部件利用裡面的雙關節把它扣起來 然後再把大腿這個雙關節壓進去裡面 接著利用大腿的旋轉處把它轉180度 那一雙腳就完成了 那現在這個畫面看起來真的是蠻猥褻的齁 兩腿中間這個長長的東西看起來不是很舒服喔 而且太長了吧 那這個補貼師在變為人型喔 它是把這個東西這樣子繞到屁股後面有一個卡扣 把它扣起來的 這一點跟我來說是蠻像的 好那它的下半身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它的上半身 首先在這個駕駛艙的部份它可以往後移 它活動的範圍大概就是這個樣子把它移到後面來 接下來在前腳裡面這塊紅色的部件 上面這邊是有一個卡扣的 把它弄鬆 然後在腹部這邊有一塊黃色的透明件把它抬上來 抬上來之後紅色部件裡面這邊有個雙關節 利用這個雙關節把這塊紅色的東西移到下面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塊黃色的部件先叫它滾到旁邊去 然後再把這塊紅色跟上面有一個卡扣現在已經鬆開了原本是扣住的 利用裡面的雙關節把它移到下面來 接下來就可以把這個獅頭把它整個的往下放 那這邊有兩個凸是要扣到紅色這兩塊部件裡面 這邊稍微的調整一下 把獅頭整個的放到胸口 再把這個凸跟這個洞做一個結合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獅頭的耳朵把它旋轉到這個位置 放到下面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接下來在手的部份把這個前爪整塊的翻轉180度 放到手臂的後面 在這邊有一個凸跟洞的結合把它扣起來 拳頭把它轉到正確的位置 上面這塊肩甲的東西呢再把它移到前方來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把它整塊翻轉180度 然後在後面這邊有一個卡扣把它扣起來 拳頭再把它轉到正確的位置 肩甲稍微的調整一下 接下來把它的腰旋轉180度 要不然這條東西在這邊看起來實在是太猥褻了 最後把這兩塊黃色的透明件把它轉180度轉到上面 那這邊如果有一點卡住的話把它鬆開來 這邊應該是要先轉這塊黃色的部件 我忘記了 稍微的調整一下那這款DX-9 ANSYS ROD的變形過程 就這樣子大功告成了 在變為人形之後造型刻畫身形比例看起來是相當不錯 與原始的設計也非常的還原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看起來是非常帥喔 局部有點綴銀漆 上面這條造型是有不同紅色的塗裝 臉是白色的眼睛則是金屬藍 這個頭雕蠻帥的我是蠻喜歡的 而且一看就知道是HARA有抓到這個神韻 胸口就是把這個獅頭收納在這邊 但是這個獅頭收納在這邊反而不像獅子喔 耳朵折起來感覺有點像是一個豬欸 不過還是蠻好看的啦非常有立體層次感 然後在旁邊兩側也有一些銀漆點綴還有透明部件的使用 肩膀這塊護甲是可以依個人喜好所擺放的 手臂也有非常多的分色造型也都相當不錯 那這邊也是有一些金屬部件的 裙甲的部份有金色點綴 兩腿旁邊的護甲也是可以依照個人的喜好所擺放位置 然後整款玩具幾乎全部都有上塗裝 看不到什麼塑膠的原色 腳的造型塗裝看起來也都非常不錯 下面腳趾的部份也是有上銀漆的 看到人物的後面 小腿的後面有電鍍的排氣管 致敬G1的Hot Rock 尾巴就是這樣繞一圈包到後面來 駕駛艙就擺在這個位置 那剛才所附帶的武器還是一樣可以安裝在這兩側的 安裝上這個大砲看起來是更帥的 那我們就把它裝一下 原始的設計圖背後也是有這兩管砲的 那這兩管砲也是可以手持的都可以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把這兩個槍裝在上面 看起來比較好看 可動性方面 頭是一個球型關節 左右上下沒有問題 肩膀這邊有一個雙關節你也是可以把它擺到上面一點的 那依照個人的喜好 我不太確定人型之下到底是要擺在下面還是擺在上面 其實擺在上面也還不錯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旋轉的關節360度沒有問題 手臂平舉可以到達這個程度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是一個齒輪關節可以超過90度 拳頭裡面有一個球型關節 手掌可以打開 食指可以單獨的活動 腰是有一個腰轉的 然後它還有一個彎腰的關節 這一點也是蠻加分的 裙甲可以活動 腳往前踢是齒輪關節 可以踢到這麼高 往後的話基本上也沒有什麼阻礙 往外大概是可以到達這個幅度 然後比較特別的就是在它胯下這邊還有一個往上往下的關節 你是可以把它整個髖關節把它移到上面這個位置 膝蓋是一個雙關節彎曲的話是可以超過90度的 腳底是一個球型關節活動性是不錯的 後面這兩款砲也是可以自由的活動 這邊有三個關節看你愛怎麼擺你就怎麼擺 以可動性來說算相當不錯 許多地方也用到了齒輪關節 那就我手上的這一款來說 腳底這個部份是稍嫌鬆了一點 以及在髖關節處這一腳還OK 但是另外一隻腳就很緊超級緊 除此之外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它所附帶的武器你是可以把它安裝在手上 箱的部份是沒有卡扣的 直接握在手上就可以 但是握的不是說非常的緊 或者把它安裝在這兩個砲的上面 那這兩把刀也是一樣可以安裝在手上 或者是手臂的側面都有個洞 你可以把它直接插到底 然後再把它做一個彎曲放在手臂的側面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兩把刀還可以再做一個結合 把它這樣子扣起來的話 它會變成一把超大的武器 那這個東西人物在握持的時候會比較礙事一點 因為這個武器的尺寸太大了 所以會跟其他的部件產生一些卡住啊碰撞的現象 主要就是因為手臂下面這塊東西有時候會卡卡的 基本上安裝上去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下面這塊東西跟武器有時候會稍微有點卡住 然後在人形之下還有一個隱藏的形態 這個形態呢小孩子應該是不要看喔 這個形態也就是所謂的猥褻形態 後面這個尾巴你是可以把它打開來的 打開來之後你是可以把它繞到前面來 哇那這個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不良喔 比如說有敵人來攻擊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拿這個尾巴打它的臉 啪啪啪啪啪啪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再把剛才的獅王拿出來比較一下 人形之下身高差距是更加明顯 DX-9這款大概是官方Deluxe兩倍的身高 接下來我們拿出一樣是DX-9所出品的Carry出來比較一下 這一款DX-9的Carry也算是廣售好評的一款商品 兩款擺在一起大小比例就像這個樣子 這一款DX-9 K2 Ancestral補貼絲 色型人形都帶著強烈的機械感 與原始的設計圖也是相當的還原 變形過程對我來說並沒有太大的亮點 那我個人也不是說非常喜歡野獸型態的變形金剛 不過這種充滿機械風格的我個人還是有一點興趣的 缺點可能就是這款作品是根據同人畫作所設計的 它並不屬於官方任何一個動畫裡面的角色 也比較屬於收藏等級的玩具 喜歡Hard Rock或者是這種粗獷野獸造型的人是可以參考一下的 那今天這款DX-9 K2 Ancestral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理由的自動物理由 從天的Cybertr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